要是说世界上最懒的动物 你得想到谁呢 咱们先来做个统计 你们心目中最懒的动物是谁呢 欢迎来到小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本期啊 咱们来说点轻松的 来看看世界上速度最慢的动物之一 懒猴 懒猴是生活在印度的小熊猿猴 它们的体型不大 一般只有17到26厘米之间 还不如成年人的小臂肠 其中维持在85到350克 还不足一斤 说起来也有趣 这小家伙长得倒是和树懒十分相似 身体的毛发都是以黑灰色为主 大耳朵大眼睛 眼睛周围呢 还泛起了黑眼圈 有一种睡不醒的状态 和猴子们一样 懒猴的手指十分灵活 大目脚趾与其他四肢相连 形成了镊色的形状 可以轻松地抓取到树干 或者是拿起物品 但需要注意的是 懒猴又异于同类 它们没有长尾巴 同时还失去了猴子强大的运动细胞 变得十分懒惰 不爱运动 听名字啊 你就知道 懒猴这家伙到底有多懒 它呀 一天有将近80%的时间都在睡觉 白天它们群聚在洞穴里 直到晚上才出门 并且 只是为了觅食 吃饱肚子而已 那为了简单地填饱肚子 赶紧回家睡觉 那懒猴啊 对于食物也不挑剔 比如 树上的叶子或果子 又或者是昆虫 蜥蜴 以及啊 其他动物的卵 它们都能啊 拿来凑合一下 我想啊 如果不是肚子饿坏了 需要吃饭的话 这家伙 肯定会懒得出门吧 那懒猴的家伙 到底有多懒呢 它和树懒比起来 到底 谁更慢一些呢 结果发现 那懒猴的家伙 平均12秒 才能迈开步子 往前走一步 这简直是满足了天际 对比下来 树懒一小时 也只能往前移动 2.5米 这一颗俩 简直是天造之河 要不 包括组合 还直接成为世界最慢的组合得了 不过 咱们可不能戴有色眼睛 那懒猴的家伙 虽然个头小 移动速度也慢 但是人家有绝活啊 它在树林里 可是属于那种 能横着走得住 没有动物 感觉主动着惹 原因是 懒猴的身上布满了剧毒 它遇到危险时 它可以从走步 喷射出毒液 实现远程攻击 先要是把它惹毛了 它就会武装变成第二形态 把毒液倒进自己的嘴巴里 通过撕咬的方式 使对手深重剂毒 如果伤口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那受害者 可能在几小时内死亡 这些被攻击的受害者 其中也不乏人类 因为懒猴的样子太过可爱 导致很多人都想饲养它 可懒猴的胆子特别小 为了自保 会主动对人类发起进攻 那相反 人类为了避免中毒 会残忍地把他的牙齿给扒掉 根据统计 大部分的懒猴被捕之后 都患上了精神疾病 这也表明了他们并不适合做宠物 可现如今 人类对环境大肆破坏 以及捕捉懒猴 导致他们近乎灭绝了 所以 再次呼唤大家保护环境 从利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吧 关注训马哥 下期视频更精彩